他被称为十大寇之首 是张子强 叶继欢等人的前辈 更是香港第一代贼王 他作恶多端 手段残忍 视人命如草剑 入狱时才25岁 他的所作所为 被改编成电影 他就是大圈帮的张世雄 人称沙里仔 提起香港的贼王们 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 张子强 继炳熊 叶继欢等人 但实际上 香港第一个贼王 却是张世雄 在江湖中 人们称其为沙里仔 在白道里 他是公认的十大寇之首 张世雄生于1959年 在80年代 他与细细个黄志明 黄志坚兄弟俩 一起偷渡到香港 做起了大茶饭 生意 在香港犯下累累罪行 在香港本土的江湖人眼中 张世雄属于大圈帮的一员 阿圈帮在很多黑道电影里 经常会出现 但是比起新立安 14K 和圣和这些赫赫有名的 帮派组织来说 阿圈帮在严格意义上来说 并不能算是一个社群 自30世纪30年代以来 因战争及其他不稳定的原因 长期的逃党潮 一开始 有很多有钱人逃到香港并居 像上海最有名的流氓猴子杜月生 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后来 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都纷纷涌入香港 因为香港当时的生活条件 比内地要稳定太多 在那个时候 他们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的 随着移民数量不断地增加 到了1974年开始有了限制 由于难民实在太多 香港的负担不小 都不想一下子就完全限制住 所以 在1974年的11月份 到1980年的10月份这几年里 党英当局 对这些难民 采取了敌垒政策 敌垒指的是在棒球场上上楼 只要选手能按时上楼 他们就不会被脑袋 敌垒政策也是一样 只要不被抓住 能跑入香港 就能在城市里安家落户 而跑不进来的 在边境被抓到的 就会被送回内地 而那些偷渡成功的人 大部分都是靠打工为生 也有的白点摊子 成了小贩 但是也有一些人 因为急于求财 走上了歪路 走上歪路的这些人 往往会因为是老乡 或者原本的同事的关系 几十个人 或者仅十来个人 就自成一个小团体 然后四处作乱 因为四处作乱 惹得人尽皆知 又都来自内地 因此 当地人称他们大圈仔 称他们的团体为大圈帮 大圈帮 虽然成员架构比较松散 与当地动辄几万人的大社团相比 他们的人数上 完全就没有可比性 但他们做起事来 毫无底线 并且都跟不要命一样 因此 当地社团对他们 也是忌惮三分 为非作胆的人 也有些是生活实在是太过于穷苦 因此 每当他们在与人火拼的时候 总会比普通马仔还狠 毕竟在他们眼里 只有打赢了 才能活命 因此 大圈帮最初一手胜多 能在香港江湖中站稳跟脚 靠的 就是一个不要命的狠字 这就像人们常说的 光脚的 不怕穿鞋 在粤语中 大茶饭最初的意思是说 穷人只有在宴请的时候 才会摆得大鱼大肉 这些在平日里是吃不到的 后来大茶饭 便引申为做大生意的意思 不过再到后来 大茶饭成了黑话 变成打劫 绑架本犯罪活动的形容词 张世雄的厉害之处 便是在于 在一伙人之中 他最善于谋划战略 每次行动都会有布局 而不是瞎指挥 他行动都会先找好目标踩点 一个流程下来 在哪个时间点 具体成员该做什么事 都会安排得明明白白 在哪个步骤 一旦遇到了什么问题 就应该采取哪个方案来应急 他也都会安排得清清楚楚 堪称是一伙人之中的智囊 张世雄的合作伙伴黄志明 由于身高仅一米六左右 被戏称为细细个 越于小个子的意思 别看黄志明是个矮小子 张世雄之所以能被冠以贼王的称号 他铁定离不开黄志明 黄志明是张世雄一伙人中的兵工厂 他不但有渠道弄到黑心 而且他还懂得改造 又会制作花生米 在80年到81年短短一年里 他就已经犯下十几起案件 甚至还和阿瑟尔在街头交火 要知道 以前的江湖火兵大多都是以大砍刀 这种冷兵器为主 张世雄与黄志明他们身上的飞心 无疑就是在作弊 这让阿瑟尔很头疼 1982年5月6日 张世雄与黄志明带着飞心 闯进油麻地广东道的荣兴祥玉器市场 当场抢劫了价值220万的金银珠宝 市场里一个名为邓光华的老板 看着自己的财物 被这帮人抢走很不甘心 上前阻拦被一通乱射 当场秘密 过了5个月 张世雄一行人再次带着飞心 这次他们来到尖沙嘴的新世界中心 冲进谢锐灵金店 一下子抢走了价值110万的黄金 这放在当时 那可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足以在香港买下不少房子了 如果按照电影的剧本 那可能会来剧 做完这次 我就收手同量了 可张世雄貌似没有停手的意思 过了一年之后 他再次出击 1983年6月27日 张世雄再度现身 在尖沙嘴美丽华百货商场 打结了警服珠宝金行 抢走的黄金首饰 价值高达160万 并且 他在这次行动中 还真惹出了人命 拉着黑心 在店里前后来了四发 前两发是为了震慑在场的所有人 后两发是因为 有个硬八级的保安反抗他们 直接被爆了头 不过这次 他们可没这么走运 阿瑟尔对他们一伙人 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到一周的时间 这个案件就侦破了 1984年6月 嚣张跋扈的张世雄 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 罪名是过失杀人和抢劫罪 这一年他才25岁 而张世雄一伙的 骨干成员黄志明 也一起被比 在后来 末代贼王纪炳熊 还未成气后的时候 便是在狱中认识了黄志明 并且还认了黄志明为师父 对黄志明千一百顺 黄志明把自己的一身本领传授于他 同时造就了末代贼王 在江湖上 他们师徒俩人 有着双轨拍门的称号 黄志明在出狱后 并没有洗心革面 而是跟着纪炳熊干 在2002年追捕纪炳熊时 黄志明再度被抓 可能要在狱中路过下半辈子 张世雄入狱一年后 省港骑兵正式上映 林薇饰演的大东 说的便是张世雄 由于张世雄的事件 在当时很出名 敖演麦当雄蹭的 这波热度很是及时 因此 他斩获不少大家 在电影中 为了让这部电影 看起来更真实 敖演请来不少大卷帮 你的人来当配角 虽然表演水平不高 但却比专业演员还真实 因此让人看着代入感很强 这部电影因为口碑好 一系列下来 前后有四部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